昔日大殿历史历历在目 如今郎情惬意 周生辰却只能看着他人向时宜表白 心中有千言 却又不能说出一语 直到小白弹奏完随口一问 对于这显而易见的答案 周生辰却为大意开口 话音落 雷声响 滂沱大雨都显苦涩 时宜更无半点睡意 直到周生辰迟死而来 夺步于闺房门口 明明尽在咫尺 却又有跨不过的万千秋贺 一阵无言 周生辰刚想离开 时宜连忙开门 两人语音寒暄 却都不能严明捅破 这薄薄的窗户纸 时宜无奈关门 周生辰垂手助力在门口 却不知身后屋内烛光亮起 他与雨中一夜无眠 他亦一夜暗读画帘 一个所看飞雨 一人所画心中帘 也许时间停留在此刻都算甜 但天亮雨停 两人渡江离开南宵 再次遇到同批船夫 船夫认为两人是小两口 时宜刚想解释 却被周生辰打断 让船夫说些小故事 船夫便提到当初 南北一和时的定江楼 时宜也激起在南城王府时的 点点滴滴 但小小江流却是带不走酬绪 只能带来无尽的责任 时宜与周生辰被岸边王军 一同接到临近授阳 周生辰本想要时宜见到哥的心情会好些 不想却遇到嫂子用怀孕做妖邪 逼迫哥哥回到中州 使得翠峰与大师姐之间间隙变大 时宜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有情人 都被世家职责拆散 不免心中怅然 他忍不住开口询问师父 弟子有一问 问吧 若两人真心相待 却因种种缘由不得相守 虽之该放下但又放不下 该怎么办 而这次周生辰终于开口回答时宜 本王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周生辰心智坚定 当给初遥摆不定的答案时 时宜便以知师父请矣 期间 根本王す Alors 我死亡 中文字幕——YK